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鐵花村 我們這邊的話 點出前都會 敲那個 其實不是鐘 它是水管的點圈 就是說水的源頭 就是說自然水廠裡面出來的時候 它的那個點圈就這麼 這麼大一個 然後會敲那個 來表示一下 那今天呢這個節目叫做 Done Style 那什麼是Done Style 這裡節目當然是很多元 從那種 素人可以自己上台報名演出 然後到像這種 有主題性的節目 或是比較知名的歌手 會做手表演出 那今天這個 演出就是 會找一些在 台東這邊一些年輕的 創作歌手 他們可能還沒有那麼成熟 但是他們其實 平常呢可能有自己的工作 但都是有在做 音樂創作這件事情 然後就邀請他們到這個地方 來做分享 那今天的話 就是有兩個人 兩個人 一個是燕齊美 然後下班場是一個叫浩浩的 那燕齊美 他其實 他有聽過一個樂團嗎 叫部落美男子樂團 他是台東前幾年 一個很紅的樂團 我們現在就 不知道去哪裡了 他們就 就不知道 他們就各走各的路 練習其實是 古落美男子的Keyboard Show 然後他 這幾年呢就是除了工作以外 然後還有在繼續進修 那個音樂 古典吉他的部分 然後同時也有在創作 然後下班場呢 是一個叫浩浩的 浩浩是 算是第一次在鐵花村演出 那浩浩他算是一個旅人 他就是吃出流浪 然後最近 決定住在都蘭那個地方 然後年紀很輕喔 就是 可能看起來 有一點 喔對 就是他 這個 他要是剛剛沒有那個靈活的跳躍 你們就很難想像他年紀很輕 就是 馬上跳出去 然後下班場會由他來演唱這樣 然後是一個 算是蠻有創意的人 然後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他現在過的生活 或是以前 相信都和一般同年紀的人 是不大一樣的 好 那我就說到這邊 然後廣告一下喔 明天有浩恩 然後今天是流滿阿德 然後 最後 今天的話是逼銷入場 所以你如果還沒有 點飲料的朋友 快到八台去點飲料 那最後本人請代表 台灣好基金會 然後還有鐵花村 歡迎你們來這邊 那我們一起掌聲歡迎燕齊美 謝謝 谢谢大家